传闻武林中有两大神兽 其一号称朱富莽 朱富莽通体赤红 以千年人参 单杀陆荣为食 它的血聚集天地造化 任何人只要将其血液吸干 就能获得江湖绝顶的深厚内功 其二名为碧雪哈 碧雪哈身上 每一寸肌肤全部占满江湖上最毒的毒汁 普通人稍微一碰就会丢掉性命 而当二者合一被同一个人吞服 他就能获得独步武林的功力 届时天上地下无一敌手 段玉出生在大理国 父亲是镇南王段正纯 段正纯一心想要段玉执掌国政 可段玉只爱文不爱武 在他眼里武功是摧残筋骨之物 图臭汉连连之功 不像古今圣贤之书 其中造化无穷 段正纯常常训斥 危机四伏的武林中 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又如何行走自如 佛争遗嘱香 人争一口气 为了向父亲证明 一个没有武功的人 也能独闯江湖 段玉偷偷离开大理国 刚出国境 段玉便见到一位女子 对方身边全是毒蛇 虽不知女子为何不惧 但段玉还是好心驱赶 这般举动反倒引得女子不快 此人换作钟玉 是万劫谷的长公主 她自幼娇生惯养 有一种天人野性 她钟爱有毒之物 传说中的碧雪哈 也是她的一个宠物 听闻段玉要凭借腹肌之力 独闯江湖 钟玉只觉好笑 她鬼灵精怪 以毒物吓唬段玉 非要教她功夫 段玉这才迷误 要是她懂得功夫 哪里又要受这种威胁 段玉被迫答应 可钟玉说是教武 她不如说是在揍人 段玉被打得七婚八素 觉得自己不是练武的材料 钟玉告诉段玉 如果她不想这么辛苦 那就去找到朱富芒 这样一天之内 就能成为绝顶高手 江湖人寻找朱富芒 也有数十年 然而连一个影子 都没有见过 段玉自信于运气 非要让钟玉带自己试试 二人同行 误入毒蛾派领地 毒蛾派最善使毒 每一个门徒禁派 都要吞服一种毒药 这是宗主掌控人心的手段 毒蛾派各个杀人不眨眼 一件段玉立出杀招 钟玉用毒蛇击毙几人 但毒蛾派大部分已经杀到 两人深陷陷阱 钟玉朝宗主体内 制出一条金蛇 逼他们放走两人 宗主害怕放人之后 钟玉出尔反尔 钟玉只得退让 让段玉先行离去 到石谷镇寻得香药叉 解救自己 段玉应允离去 经过打听 他得知香药叉是一个女人 对方娇美得像一朵勺药花 可又心狠手辣 是个母叶叉 江湖上拜访香叶叉的人很多 却从没有一个人 能活得从香药叉家中走出 因为那些人都会剥下人皮 被他用来遮挡太阳 段玉来到所说的地点 刚一进门 一堆歹徒就跟从身后冲出 这全是香药叉的仇人 香药叉原名穆满青 常以一袭黑衣士人 面带撕金一块 看不出容颜高低 他的武器是一块空心人骨 骨内似有无穷空间 能射出无数锋利短剑 堪称杀人利器 穆满青解决这批人 策马狂奔要去解救中林 穆满青武艺高超 区区独鹅派听着霸气 在他手中不过是乌合之中 顷刻间全被解决 中林告谢离去 就此回归万节骨 就在此时 一个青年秃头 右手倒挂铁钩的杀手出现 要来取段玉姓名 段玉出射江湖 自然没有仇角 不过他父亲却欠下不少风流债 昔日段正纯与秦红棉苟且 被其丈夫黄袍人撞破 段正纯依仗一阳指功夫 将黄袍人双腿打断 然后抛弃秦红棉回归大理 段玉不知道的是 他所遇到的女孩 穆婉青 就是秦红棉跟段正纯的闺女 也是他的姐姐 黄袍人受此欺辱 在深山苦练功夫 多年之后 他吩咐师弟月仓龙下山 将段玉抓回深山 用以威胁段正纯 穆婉青跟钟林是朋友 同样把段玉当作朋友 有人动手 他当然不让要帮忙 不料月仓龙武功颇高 很快将穆婉青击出伤势 段玉急忙抱起穆婉青 仓皇逃离 月仓龙的武器含有剧毒 段玉为了救穆婉青 选择用嘴气强行吸出毒素 正要外出采集草药 一条赤红巨蟒忽然出现 穆婉青一眼认出这是猪腹蟒 段玉身无所长 他跟巨蟒纠缠 唯一的进攻手段就是牙齿 他狠狠咬上巨蟒七寸 用尽全力吸干猪腹蟒的所有血液 段玉通体发红 顷刻间便将蟒血吸收 月仓龙正好寻得此处 看到猪腹蟒尸体 他明无一切 要把段玉抓回去生吃 但此时的段玉今非昔比 月仓龙不是对手 只能先行离去 另寻他吧 穆婉青的黑金不知何时取下 露出焦好面容 他曾经立下誓言 若有男人瞧过他的脸 要么便以身相许 要么便让那人命丧九泉 穆婉青决定以身相许 段玉一口答应 要带他返回大理面见父亲 段正纯夫妇见到儿媳喜不自胜 只觉段玉终于等事 四人饭桌畅谈 段玉母亲饮酒之时 意外露出手臂红质 穆婉青瞬间想起母亲一言 这不就是跟母亲 有深仇大恨的人吗 穆婉青询问他 是不是刀白凤 得到确认 他立刻掏出武器 段正纯眼疾手快 用一仰指将其制服 两人既是妇女 亦是仇家 自己跟段玉的婚事 就此泡汤 穆婉青有苦难言 正是段正纯疏打的功夫 黄袍人已经杀到 他的腿部安装了两只铁质阴爪 伸缩自如 灵活多变 段玉防备不及 被他一下掳走 穆婉青经此大便 也决定用跳牙了结一生 忘却烦恼 然而黄袍人 岂会轻易将其放过 同样把他抓去万节骨 黄袍人跟万节骨骨主 是老相识 两人都想对付段正纯 他将段玉 穆婉青 关入密室 让谷主放出天山血缘 只要血缘吃下段玉 他们再吞噬血缘身体 到时候 就连段正纯那高深莫测的一阳指 都拿他们没办法 钟灵担忧段玉 穆婉青 他用一条小舌写下信息 借此向段正纯传信 段正纯明知危险重重 可儿子女儿都在那里 自己不去不行 段正纯带人杀盗 与此同时天山血缘已经杀到密室 二人奋起反击又哪是血缘对手 挣扎之际 穆婉青无意间撇到不知钟灵 何时放在地上的壁血哈 穆婉青让段玉赶紧生吞壁血哈 只有那样才能武功盖世 打败血缘 段玉如实照做 他不吞不嚼 在吞噬完壁血哈后 很快便浑身滚烫 段玉只觉力量无穷 甲传异扬指的功夫攀升到了极致 一招就能卸掉血缘手臂 如今的他哪怕赤手攻拳 也有了斩金断食的能力 万劫谷内战斗正猛 黄袍人隐居多年 果然今非昔比 段正纯身陷为功 居然落入下风 段玉用内功强行突破密室 要将黄袍人决一死战 黄袍人不知习得什么功夫 既能口喷烈火 手上也能发出类似异扬指的内功 段玉被黄袍人跟谷主围攻 他加大输出 立即击退黄袍人 月苍龙以铁头弓救人 被段玉一扬指一招解决 黄袍人抓住机会 投掷木棍挡武器 穆万青挺身而出 用身体挡住木棍 段玉运转全身内功 全部汇入黄袍人心脏 直使他生命消失 居身化为浓水蒸发于世 凭借两种神物 段玉练就绝世武功 只可惜木满金一死 段玉只能跟钟玲抱在一起 但谁都不知道 钟玲也是段正纯的闺女 反而段玉不是段正纯的亲儿子 只能说这个武林是争乱 段正纯少几段风流 哪有天龙八部的故事 这部电影是1977版天龙八部 是由导演报学里所指导的一篇动作片 要说邵氏电影 除了胡金泉早期的武侠和李汉祥的风月之外 大多也就这个水平 以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 只能说天雷滚滚 剧情全面颠覆就不说什么了 演员嘛 李修贤在邵氏版《射雕英雄传》中 饰演的欧阳克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段玉就不敢恭维了 这部电影纯粹是一部闹剧 不过拍完这部电影 也真是难为李修贤了 这部电影颠覆性实在太大 不看没什么损失 不过要看也能看看 毕竟当真把阿浪雷得小出生了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